为了反对马政府和中国签署ECFA 民进党在今天下午举办626大游行 民党主席蔡英文所领军的反一中大队 下午四点钟从万华火车站出发 这队伍的成员还包括了前总统李登辉 党内的天王 谢长廷 游锡坤 以及陈菊全部都动员 声势非常的浩大 对马政府倾注的ECFA政策 上万名的民众直接走上街头 用行动表达抗议 民党朝外国 我们也会暂时游行 穿上全绿的Polo山 站在游行队伍第一列 民党主席蔡英文带领反一中大队 从万华火车站出发 我对民党的群职员 民党朝着处 民党朝着处 诉求反一中市场 队伍向凯达格兰大道前进 声势浩大 游行的成员包括前总统李登辉 开恋主席黄坤辉 党内天王谢长廷 游行坤 还有五都参选人陈菊和赖清德 都通通动员 并向马政府的ECFA政策 全力开炮 他的这个ECFA其实就是一中市场 一中市场就是经济通议 经济通议就是政治通议的政策 他让我们实践 我们就让路台好吗 他让我们顺海 我们就帮他就算了 我们就把他建议 帮他亲自亲自 结果革命中是说 不要冤政策 还是不要冤政策 为什么他手气导致 来签EKO 这就对有缘机的 对不对 台上火力全开 台下支持者则是用行动力挺 满满的人潮 挤爆灌滑火车站 由蔡英文邻居的反一中大队呢 由于民众真的实在是太热情了 把路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从万华湖这段出发呢 到中华路口短短 三百公尺的距离 就走了半个小时 但ECFA游行 兵分二路 民进党再度走上街头 发出怒吼 要一意孤行的马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 人新闻综合报导